大家好,欢迎来到果然八戒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,他真的不像娱乐圈该存在的,他的人生境界远远,不止一个演员能到达的,更像一个智者,俗话说大智若鱼,也许这也是为什么他,总时不时给人一种顿感,但是这样的气质真的很加分,很特别,在当今鱼龙混杂的娱乐圈实属难得,显得格外珍贵, 就这样的人,你说他长袖善舞,说他媚粉,真的可笑至极,他只是很珍惜他的羽毛,和爱护他支持他的粉丝朋友们,签名账,马卡龙就成为媚粉了,虽然人的意见总是有所不同,不过我觉得您这样想到是,可以预约一下心理医生,看看是否得了异想症,毕竟身体重要,而对于这样一位难得的演员,我时常会想,若是有机会和诚意先生交谈, 我会以怎样的话题开场,是为何入圈时余年仍旧守本心,亦或是您认为一个什么能称作一个好演员,再或是谈自他某部作品,例如给我印象极其深刻的宇军歌,很想亲口问问,如何做到的,戏外戏内完全就是两个人,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, 我和好友谈论的时候,他告诉我你敢相信吗,我喜欢奇艳比喜欢成一早,他还说我甚至不敢相信,这是成一眼的,而他今年暑假看完脸花楼之后才彻底相信,他可以演一出奇艳,那个捐身于大星,只为博得盛世清明的少年明君, 人常言不管饰演的是谁,总会在其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,可是诚意先生给我的感觉却不能苟通,我认为,他是将自己的身体借给了他所饰演者,裹挟着他的灵魂,并加带着他对他所饰演角色深深的爱意, 我想,这是感情的共鸣,是心灵的交通,是问,有几人能做到如此,所以,对作品的尊重及对观众的尊重,那么似我这样乐剧百步,见过的角色过客者泱泱泱,但真正能刻入骨髓,记到心里的角色极少的官客,我想不在少数,看剧原本是为了消遣,而这样的时候感到自己被深深的尊重,感受到真诚,如何不写,如何不爱, 黑子的话给了一个人莫须有的罪名,沉痛的三年,被伤着,踩着雷雷白骨,中口射精击毁消骨的血水里,把心铸造熔炼了三年,沉痛的那一夜,这个男孩是怎样度过的,我们不得而知,但次日的挡脸,这个傲骨铮的男孩被伤得无以复加,犹如东海大战,跌落神坛的李湘怡,他没有办法一一辩驳,只有自愈,他不问世事,一路向前, 默默地扎根在片场,这个他拿命博弈的地方,也是他快乐至极的地方,从前臭屁地在众人前耍着帅,如今的他已蜕变成自己和自己玩的智者模样,四战联合的霸凌,920的阴谋,928的嫁祸,饿的源头本应该是相互扶持的同事啊,应该是给予后盾的公司啊,可是这一切只是个笑话,诚意什么都明白, 就如傅云深一般,仍保持天真,每次看到片场他都会自己玩一些小游戏,踢十字,转圈圈,手指操,抑或随地的健身,玩雨伞,看剧本,自己和自己玩,诚意就这样在漫长的日子里,无向外求和,而是向内求静,一念心清静,莲花处处开里莲花在漫长的十年独自一人, 学会了种菜做饭,养活了自己养活了一条狗,诚意在三年里,学会了独处,参悟了修心,他强大到用自己的方式,走得做着对的事,我学着诚意的模样,把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抛出脑后,一股脑的扎根在工作中,以前的那些看不惯,早已没有了愤愤不平,更多的是,在仅有的工作时间里除了照顾好自己以外,也不负学生的花开, 别人从我心里踢出之后,我的心被洗涤了一般,再无杂念,我不入局,便是最好的解决,他的爆火,不是偶然,是必然,是在等一个巨大的时机,让他的光芒万丈散射到极致,十年磨一剑,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,诚意爆火吧,人生嘛睡一觉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,过不去的,多做事,少抱怨,准没错人间清醒的诚意从不抱怨, 在类只会说没关系,我很好,网友评论成年人了什么事都不要放在心上,很喜欢诚意这种形态,看得很通透,疲惫的生活需要一个温暖的梦,好好睡一觉,就是人生重启方式,少说话,多做事,准没错,诚意一直都知道,他要做什么,他的思路想法规划都很清晰,做事真诚,好好工作,好好学习,拥抱生活, 对家人关怀,正因为他有一个温柔且强大的精神内核,粉丝能从他身上学习到正能量,这些都是很可贵的情绪价值,你专注于你的专业就好,我专注你,一直以来,惊艳我的不只是你饰演的角色,更是人凭闪闪发光的你,即使遭受过别人的否定, 自己也不要放弃自己,要告诉自己,做什么都嫌,不能失败,才能走得更远,如果自己放弃了自己,那么别人肯定更加会放弃你,生活不可能每天阳光灿烂,但也不会阴雨连绵,只有积极乐观的心态,才能撑起一脸明媚的笑颜,人的一生确实会经历过太多太多,如诚意说的这样,人生嘛睡一觉就好了,开心过是一天,不开心过也是一天, 那当然要开心过好每一天,莲花楼,对我而言,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参与,在它播出之前,我就迫不及待地期待着,每次都沉浸在剧情中,写下关于它的剧品,我还剪辑了一些有趣的片段,与喜欢这部剧的朋友们分享最新的资讯,通过参与,我发现了许多以前从未注意到的细节,然而莲花楼并不总是辉煌的,在还没有被众多观众认可之前, 他几乎面临被满没的命运,他说,这个夏天有莲花楼陪伴,是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,没有你们的支持,就没有今天的莲花楼,他感谢了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,因为他们的心情付出,每一位观众和每一位莲花楼的支持者,才让莲花楼的成功成为可能,我仍然记得当莲花楼突破万亿的阶段, 那时只有聊聊几个字,却包含着无尽的情感,所有的莲花楼粉丝都流下了眼泪,有些话,无需多言,只有懂的人才能理解,莲花楼中诚意的出色表现令人印象深刻,特别是他那干脆利索的动作戏, 作为一个新人,他展现出了扎实的演技和出色的能力,赢得了观众的认可,然而,当听到诚意被资本打压的消息时,我们不禁为他感到心痛,虽然没有资本的力捧,但诚意相信自己的努力是最重要的,他还说,真的,我要感谢你们,因为有你们,莲花楼才会被更多人看到,也会成为如此可爱的一部剧, 我希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莲花,无论成功或失败,谢谢大家,感谢所有的莲花楼支持者,演员们会继续努力,为大家带来更出色的表演,谢谢,那些困难已经过去,青州已过万重山,莲花楼的卓越终于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,诚意常常回答问题时简单地说,其实都还好,然而,这句都还好包含了太多的努力核心3, 别人赞扬他在拍摄武打戏时的辛苦,他却总是谦虚地说无知老师更辛苦,别人称赞他的出色表现,他则强调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,他的真诚和谦虚深深感动了我,我真心希望娱乐圈不要对这样一位,真诚的演员怀有过多的恶意,他没有背后的资本支持,只有对演艺事业的激情和对梦想的坚守, 在娱乐圈中,无论是名气不大或处于新人阶段,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资本的打压,我们熟知的黄博张颂文就是典型例子,一人在红前与红后,身边人的态度都截然不同,就连普通人也会有类似的经历,诚意性格上的差异,在戏里戏外表现得十分明显, 在现实中,他是一个憨厚老师的人,能够在娱乐圈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,用默默努力的方式打磨自己的演技,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立足之地,虽然他一直承受着压榨和不公平待遇,但他从不抱怨,只是默默地做好自己的本分,一位制片人曾在直播间对诚意进行评价,称他是当代年轻演员中少有的稀吃,对每个角色都进行反复揣摩, 他的学习方式让人想起某位知名老稀骨,诚意一直用自己的演技和人品证明自己,尽管他并不擅长表达,总是小心翼翼,时间无声无息地流逝,但留下了痕迹,无论是李湘怡还是李莲花,都拥有侠甘义胆的心,诚意,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,都怀揣着勇敢追逐梦想的心,愿你所爱之人与你所愿相符,愿爱你的人一直在你身边, 时间会看到你的努力,我们一同前嫌,走向属于各自的更美好的未来,或许诚意遭受的苦难和委屈愿不止于此,但我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初心,将所有的不公,打击和委屈,转化为前进的动力,相信总有一天,他会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,加油诚意!